阿露哈 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我們昨天晚上9點的時候 打贏了這個吉娃娃伯爵啊 有一隻角色好像可以三階進化了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是哪一隻角色 然後順便把他進化起來 看他厲不厲害喔 這邊應該是雞西友的吧 感覺 好像是那個什麼棒球還是什麼啊 不是這個 這個是壽石的 我們現在還插這個 黃壽石比較尷尬 是嗎 還是誰啊 完蛋了 好像不是雞西友的欸 還是剛剛那個西友的那個部分啊 我記得好像有一隻是可以直接就是那個 三階的 但不知道是誰 好不好 好 看起來的話應該好像是 西友這邊喔 有一個亮燈的 看一下這個亮燈部分的是誰 有一大堆可以進化欸 而且 樹爛舞貓這邊也是可以進化了 感覺應該蠻酷的 這個 這隻阿 美式足球啦 這隻 他可以直接進化了喔 然後他會變成這個 在沙塵飛揚的大地上狂奔的貓咪會發出 阿答答答答的叫聲 以善巴這個鬥氣來打陣 善於攻擊黑色的敵人與惡魔 使波動與這個烈波傷害無效喔 這隻感覺好像蠻不錯的喔 今天就來看一下這隻角色 究竟好不好玩 看一下有沒有關卡唷 賈普拉密林應該是可以打吧 這關的話呢 呃 感覺好像又不是他可以適合打的關卡 但沒有關係 我們就 就西瓜買一下 好不好 這邊 這個 這對吧 把這對換下去 這對我忘記是拿來幹嘛的了 然後 把剛剛那隻換上去 美式足球貓 這個 蓋眼球貓的這個超級進化 他感覺變超帥的欸 戰鬥足球貓欸 各位 嘿嘿嘿 他變戰鬥足球貓 把這隻換下來好了 來 走起 讓我們看一下齁 絕境原生零十九區 走起 這隻看起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來來來來來 GOGOGO 他爆的是什麼阿 他爆的是那種就是 那種就是什麼 那個超級那個很像榴槤的嗎 欸 直接爆開欸 我們怎麼一回事 我們直接爆開欸 愛夭壽 有有 這邊有古代種可以打了 好不好 感覺好像有點難喔 我會 先來助陣一下 他是打什麼阿 他是打那個 好像什麼 什麼惡魔跟黑色敵人啦 喔 對 惡魔族跟黑色敵人 打這關好像也沒什麼用欸 待會去找一個惡魔族關卡給他試試看 時候好了 好不好 感覺他應該也是 應該也會滿有一風風味的 好不好 打這個惡魔族的話 或是打那個黑色敵人 之前我們好像也都有拿他來打這個黑色敵人 然後也算是這個蠻好生產的這個角色 對 他這個生產的這個速度蠻快的 我覺得可以拿去打打看黑色敵人欸 應該會蠻嗨的 他是善於攻擊 然後遠距離範圍攻擊 然後我們的烈坡跟坡洞都無效 對他無效 牛的 唉唷 我昨天好像就是打這關然後打超久 我記得我有一關就是忘了開加速 然後打超級無敵久 好像就是這一關 你看我們現在開了加速之後好像 整個又比較順一點點了 有沒有 有嗎 有吧 可是這邊還是來了很多隻異星的豬豬阿 各位 還是來了超級無敵多這個異星豬豬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都應該打得過 我覺得這關如果再打快一點的話 應該就是上一隻美女神吧 美女神感覺就是可以直接射爛這些異星敵人 喔 nice nice 走起走起 拜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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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喔 go go last go 可以喔 繼續繼續 有啦感覺好像開加速這關還是打滿久的 所以我們昨天好像實屬正常 我們是把原本的速度再放慢許多這樣的感覺 而且確實好像都會來超級無敵多隻的 還是要打到他們剩下這些都解決之後 我們才可以就是比較好往前啦 所以是一模模一樣樣的喔 好可惜喔 我覺得這塊他應該也不會給我那個欸 他也不會給我黃獸屎啦 所以我覺得偏尷尬 他也不會給我黃獸屎各位 我也好想要拿黃獸屎喔 不會給我更多 絕境原生靈 完全沒問題 噴爛噴爛 噴爛噴爛 好 那這樣就順利打過了喔 好 待會來去打一下黑色敵人關卡 跟惡魔族的這個關卡 讓大家看一下這隻三階的這個 三階的這個什麼 三階的這個橄欖球貓有沒有 稍微比較好那麼一咪一咪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看 究竟是不是還不錯 結果是紅獸十三顆 也沒給我獵人地圖 哭慘慘 好 沒事 我們來看一下喔 有什麼地方是有這個惡魔族可以打的呢 惡魔族或是黑色敵人啦 好不好 古代薄荷 黑色敵人我們來打一下經驗值關卡看看好了 這個 還有惡魔族的這個經驗值關卡 那是不是可以放他 來這邊複製 然後這邊置換 然後再放他 橄欖球貓貓 然後待會來去打一下那個惡魔族經驗關卡 看一下他是不是兩邊都可以勝任 如果兩邊都可以勝任的話 那應該就真的還滿厲害的吧 好 走起 就這樣子啦 我怎麼會用斬盾砲啊這關 為什麼我這段會用斬盾砲啊 沒有 應該那個斬盾砲是我剛剛那個吧 剛剛一開始那個帶的那個隊伍 應該是這樣子喔 來來來 走起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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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階升階 把錢包升起來 然後兩個盾牌 來囉來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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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扁開閘 喔唷 有喔有喔 開飛開飛 然後這邊繼續飛 這感覺好像不錯欸 因為他是善於攻擊啦 所以他的威力比較不會像是那個誰 不會像是那個小地藏那麼高 但至少也是可以就是範圍攻擊重人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還算是ok 那這關的最大關鍵點就是那個黑色山豬跟帝王啦 那個黑色山豬只要能夠把他就是順利的打掉 那一切都好說 那如果在後面幾隻來之前沒有把這隻打掉的話 那會很痛苦喔 照理來說應該是可以啦 拜託了 但我們也不能推太快你知道嗎 因為推太快的話 我們會直接進到那個帝王的那個射程範圍 那帝王就會直接把我們給弄掉 除非就是我們可以這樣子然後順便把帝王給弄掉 那也是不錯的 我覺得這樣好像也很難看出來 就是那個橄欖球那次到底有沒有幫助欸 但我覺得目前等隊伍打這關的話 看起來這樣子好像又更順順利利一點點 因為之前我打這關的時候其實還是滿容易翻車的 你們知道嗎 我們是直接用那個加奈打爆後面的帝王了啦 那就很ok 而且斷線斬的這隻 復步站仗也還在 那舒服了 可以喔 那看起來是沒問題了喔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再繼續叫那個誰啊 繼續再叫我們就是那個橄欖球的出來 ok 今天是無上每位超級難 順順利利 感謝大家啦 好不好 舒服 是完全沒問題的 然後待會我們來看一下惡魔族的喔 他如果惡魔族的話也可以就是 讓我們打起來好像更順手的話那這樣就不錯了 來 惡游級經驗值 各位來了 沒打過 沒打贏過 沒有耶 沒有打贏過這個耶 好 那我想一下喔 惡魔族的話那應該是要用這套 然後再換一下 換一下我們的這個橄欖球的上場 橄欖球的在哪裡 橄欖球的在 在這裡 然後把那個 把誰換掉 阿基拉嗎 阿基拉嗎 阿基拉好像最近表現還不錯 那個吧 邪龍好了 好 這樣走起 但好像善於攻擊啊 他也沒有破盾的效果 有點可惜 他如果有 破盾的效果的話應該就會更好一點點了 他如果有破盾的效果就更好 來 走起 哇 好像也還好 但我記得他 他之前我們在打那個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那個地底洞窟的時候 我們好像都 還是有用他來做一點事情啦 所以我覺得他搞不好 打地底洞窟的話 也不完全是一個不好的一個夥伴這樣子 但我記得他好像不是蛋對不對 我記得他一階好像不是蛋啦 所以他也沒辦法就是當那個蛋 這怎麼這麼簡單阿 這個 還是他還有其他的 為什麼這個惡魔經驗值關卡這麼簡單 很簡單欸 那我們今天進化的就是這一隻喔 我們這個 昨天打贏的吉娃娃伯爵拿到的角色 也就是我們這個橄欖球的 還是其實我進化錯隻了 根本就不是這一隻 應該是吧 我覺得應該是啦 然後他一階的話是這個英式橄欖球員啦 然後再來變成這個美式足球員 那我記得我之前都是拿他來打 這個黑色敵人的這個關卡的喔 然後現在他就變成這個 戰鬥足球貓啦 那你們覺得他厲不厲害呢 你們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對他一些看法啦 我覺得他目前來說的話 好像打 打起來好像也沒有特別就是跟諾諾阿 或是跟一些就是那個 能夠扛住很多傷害的角色相比 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就是感覺 然後他的扇魚攻擊好像也還好 但我覺得重點是這個啦 波動傷害跟這個烈波傷害很無效 到時候如果有相對應的角色或是關卡的話 我們可以再讓他登場看一下 究竟厲不厲害 那你們覺得他厲不厲害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囉 那我是翠排戰鬥囉 大家掰掰囉